想要展现盖世武功 有多么气势磅礴 古装武侠剧 打斗场面就得靠特效加持 不过这部明朝武侠剧 却逃不过网友毒蛇 IP特效看起来实在有够假 强大内功变成狐狐光晕 飞鸟也像是来搞笑冲场面 尤其是男主角要变身成狼人的桥段 更是被骂到臭头 被骂翻的还有这部经典金庸武侠剧 杨过与小龙女的浪漫情势 少不了最佳屁角神雕 尽管因出动3D立体科技 但观众心中 神雕该有的日立眼神柔软乙毛 还是达不到栩栩如生的真实感 既然你那么有雅性的话 那我杨过奉陪到底了 大陆古装武侠剧 越来越杂重本玩特效 还是常让观众骂声连连 评价两极 却也成功引起话题 观众越骂 细节越红 成为另类的宣传奇招 记者台北中的报道